台北市黄姓男子,62岁,上月中旬,在嵩山区民权东路三段一处大楼下,对住年轻女子自卫,女子吓得赶紧去报案,有民众将黄的行径上传到脸书社团爆料公社,嵩山警分局获报后调远超过500只监视器,扩大找寻黄的行踪,昨晚在新北市永河区将黄船换到案,黄境工程当时是想玩 想玩自己的小老二,警寻后依防害封化罪嫌将黄送办,警方调查,黄南见女子下班返家,穿着热裤心生歹念,躲在女子一旁的货车后面,脱下裤子开始自卫,女子正在讲电话,听到后方有奇怪声音,转身一看,便发现黄南边喘西边自卫,她忍住不做尖叫,默默离去,黄境一路尾随, 直到有路人经过,黄才赶快逃逸,警方发现黄在松山区犯案后,徒步走到中山区,大安区等地,在台北捷运中孝新生站搭捷运返回永河区,足足走了18个小时,从监视器画面显示,黄走路途中还数度自卫,警方经过半个月的侦办后,终于得知黄的航迹, 但是警方到黄南住处案店临时,他的子子拒绝开门,在请求永河警方协助后,辖区派出所警员协助,黄的子子并请黄南面对,黄南有毒品,怯道前科,但并未有精神方面疾病, 他公称,当天休假四处走走,之前曾在连锁大卖场美食街负责收仓盘,一天至少要走十多小时,才能有好体力,一路步行逃逸,黄姓男子躲在货车旁自卫,记者李承颖翻射,分享